睡皇帝,睡王爷,还勾引张学良,我为民国顶级扎女发声。 大家好,欢迎您关注硬核王探长,世界太拥挤,心里太空虚,城市的喧闹,始终不属于自己,想到你,心里就会充实,愿订阅王叔的朋友,幸福平安,快乐每一天。 新来的宝贝们,没点关注的,请点一下关注,点关注,不迷路,喜欢的请点王叔双击订阅哦。 感谢了,跟着王叔看历史,带你看看你可能不知道的那些历史故事,欢迎点赞,关注,评论。 他被称为民国骨灰级扎女,当初本应是溥仪的皇后人选,结果却因为长得太漂亮被踢出了局。 不过,他既没有陆小曼临辉音的才学,也没有于美颜的破例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后来的他嫁给有钱的丈夫做最风流的情人。 据说当时,就连民国四大公子中的两位都败倒在他十六群下。 唐怡营出生于满清关坏人家,不仅祖父和曾祖父是高官,就连父亲都是光绪皇帝的小舅子。 而且光绪当年最宠爱的真妃也是他的姑姑,因此也一直有人拿他和自己的姑姑真妃做比较。 不过,真妃早在1900年的时候,头颈身亡了,而唐怡营是在1904年时候出生的。 但这不影响两人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都拥有心思下,较比当时那个年代来讲是比较开放的。 值得一提的是,唐怡营从小就是在宫中长大,加上锦妃也是他姑姑, 所以当时唐怡营享受的生活待遇以及教育水平都是偏高的。 加上他和溥仪年龄相仿,两人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。 所以当时家里人都有着让其和溥仪结婚的意思,毕竟唐怡营要外貌有外貌, 要身材有身材,可锦妃当时作为他的亲姑姑,却举双手反对。 因为在锦妃看来,唐怡营的骨子里有些新潮并不是一个守规矩的人。 为了不给皇族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,锦妃便将此门亲事给拦截了。 俗话说得好,肥水不流外人田。 于是在1924年时,唐怡营便嫁给了溥仪的亲弟弟溥杰。 但这段婚姻两人都不太满意,虽然两人只是差了三岁, 但是在兴趣爱好以及性格方面,两人根本凑不到一块。 据说溥杰自传中还写过,因为自己和唐怡营的婚姻都是母亲安排。 所以导致青年时期的生活十分痛苦。 但痛苦的并不止普杰,唐怡营在结婚后也十分痛苦。 简单来说,两人就是互相嫌弃。 在唐怡营看来,普杰实在太温和了,根本满足不了她的任何需求, 日子也过得索然无味。 而普杰的家人也觉得唐怡营过于霸道,不是自己理想的贤惠而行。 不过后来,随着公公去世,普杰也继承爵位和祖上留下的巨额财产。 唐怡营作为原配,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傅太太。 不过大家别将其想象得太美好,她并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。 每天打打麻将,叫叫花。 而是出现在各类场合中,和一些名声不杂好的公子哥待在一起,久而久之,唐怡营便在这种环境下选择了向外发展。 据说纳会的唐满营还有着社交易解的称号,后来随着普杰在1924年开始和张学良打交道,两人的婚姻走向了破裂。 当时的张学良,怎么说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,父亲是北洋军阀张作霖,不仅在东北地区有着极高的威胁,还手握重兵,战功赫赫。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,张学良那会就是君二代,加上长得也不错,所以立马引起了唐怡营的注意。 她为了和张学良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,不惜剪下了多年来关于张学良的消息,加上张学良当时也风流成性,所以没多久两人变在一起了。 但张学良被其吸引的并不是外貌,是唐怡营有一身才气,而且又能作诗,又能作画。 可让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,唐怡营的诗和画,其实都是别人帮忙修改过的。 加上张学良十分讨厌别人骗自己,所以俩人的关系也算是到此终止了。 不过据张学良晚年时还评价称,当年自己差点就娶唐怡营为妻了。 在这后来,唐怡营也没闲着,紧接着便对另外一个公子哥卢小家出手。 不过这位公子,财富比不过普洁,地位比不过张学良,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时间自由,可以随时满足唐怡营的各种需求,让其随意发现。 但唐怡营向来是贪婪不是泛滥,能入她法眼的都是有条件的人。 据说卢小家在江南地区也有点势力,而且还是浙江东军的公子哥。 从古至今,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,所以普洁在得知自己被戴了绿帽之后,便想要和唐怡营离婚。 结果唐怡营张口就要巨额的赡养费,如果普洁不乐意给的话,那自己就拒绝离婚。 见到犯错的人还这样理直气壮,普洁自然不会答应对方。 后来普洁寻思惹不起躲得起,于是便将唐怡营留在了国内,自己则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了。 之后在日本的帮助下,普洁建立了满洲国。 紧接着,两人的婚姻也在日本干涉下结束了,而唐怡营当时想要的巨额财产自然变得一无所有。 不过,大家不要小瞧了这个女人,据说她当时为了让钱包跟得上消费。 曾联合卢小佳一起把普洁的祖坟给挖了,之后两人便带着重要文物偷偷跑到了上海,生活好似活神仙一般。 据说普洁当时知道这事之后并没有多追究,反而还在心中松了一口气。 对于她来说,她并不希望这个秘密被揭露出来,因为这将会对她和唐怡营的婚姻造成更大的伤害。 她选择了包容和忍让,希望能够重建双方之间的信任,重新开始。 然而,虽然普洁选择了原谅和遗忘,但人在坐天再看,后来没有多久,卢小佳便因为新欢和唐怡营决裂了。 这一次,是卢小佳自食其果,她曾经偷走了唐怡营的财物,但现在她失去了一切,她看到唐怡营过得更加潇洒,心中充满了嫉妒和懊悔。 与此同时,唐怡营在婚姻彻底破碎之后,选择了重新开始,她直接将自己塑造成了一名画家,利用她之前所学的绘画基础开始卖画为生。 唐怡营开始追逐自己的梦想,逐渐走出了阴影。 据说当时她的作品还挺热门,她的画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赏,她的作品展现了她内心深处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理解。 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,她开始举办自己的画展,让更多人欣赏和品味她的艺术。 1949年,唐怡营决定从上海迁居到香港,她发现香港对艺术家来说有更多的机会和发展空间。 在香港,她选择在东方语言学校任教,将自己的绘画艺术传授给学生们。 多年以后的1993年,唐怡营在香港去世,结束了自己这风流的一生。 尽管她经历了婚姻的破裂和人生的坎坷,但她选择了重新站起来,追逐自己的梦想,她成为了一个独立坚强的女性。 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造了自己的一片天地,她的故事也成为了一个典范, 鼓舞着无数人,不论遭遇多大的挫折,都不放弃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。 唐怡营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女性的韧性和坚强,她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创造了自己的人生价值。 她的故事令人感动和敬佩,她成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,在艺术与坚持的道路上闪耀着光芒。 她的名字也被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。 不过关于唐怡营是什么类型的人,有各种传闻,尤其是她和张学良那边是。 少说有五六个版本,但据唐怡营亲自解释的内容来看,两人可能就是好友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关系。 虽然唐怡营性格专横,不遵守女性道德,但她却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不小贡献。 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,唐怡营之所以变成这般,可能是因为她当时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婚姻。 毕竟从古至今,包办婚姻并没有几个落得好下场。 但她这种做法并不值得学习,虽然洒脱,但是影响也是真的不好。 用现在的话来讲,唐怡营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女。 对此,大家觉得怎么样的呢?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王叔讨论吧。 为了您更好的阅读互动体验。 为了您及时看到更多内容,点个关注,我们将每天为您更新精彩故事,分享不一样的故事瞬间。 最后的最后,亲戚朋友们,别忘了双击加关注,爱你们哦。 您好、有趣。 记者,姿选择打电话号,点个关注。